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我们想从言情故事的角度轻松的解读一下这部圣典 估计还没有一个教会里的牧师会这样解读路德记 重点关注路德与波阿斯的爱情发展 看看为什么路德非这个男人不嫁 波阿斯又为何非这个寡妇不娶呢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依然拜托好朋友们多多帮忙 点赞留言分享并按下订阅键谢谢大家 上回我们介绍了从路德记的门笔来看 其实呢这更像是一篇言情类的短篇小说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章是背景介绍 集三个寡妇婆婆与两个儿媳在回归故乡前的情感叙述与铺垫 那么第二第三章呢是路德与波阿斯相识相爱 敲定终身的主要爱情描述 最后第四章是波阿斯自退 另一个比他更有权利取路德的近亲 让他知难而退 从而成就他与路德这段天助因缘的高潮部分 整篇小说情节呢生动紧凑 门笔轻力流畅 感情饱满 极易传播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演绎一下这篇不朽的佳作 话说啊这个当以色列世事时期的晚期 在犹大帝的伯利恒 耶稣就出生在这个地方是吧 有一年呢发生了极大的饥荒 本书的第一家庭的男主人叫以利米勒的 带着老婆拿尔弥 大儿子马伦小儿子鸡莲 就逃荒到了摩押地居住 那么类似于以前这个中国人的闯关东 这个以色列人啊 以前的人名啊不单是一个身份标识 还真与这个人的天赋或命运呢有关系 圣经上啊很多关键人物的名字都是上帝旗的 因此呢名字呢很说明问题 我们看这一家人的名字啊以利米勒啊 由我神为王的意思啊注定了他这一家的延续 有神定义的王出现啊 后来他家儿媳妇啊果然列在了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大卫和万王之王 耶稣基督的家普上是吧 这个拿尔米呢有甜的意思啊 这个马伦的意思是落泽啊 基连的意思是憔悴 大家琢磨这个起名字有多重要啊 可不敢给孩子乱起名字啊 不过呢这个新约时代的信徒们呢就比较幸福了 要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就可以了 这样起出来的名字啊一定不会差啊 当然关键还是要把孩子从小带入耶稣基督的信仰中啊 那才是正道是吧 那以利米勒一家呢到了摩亚地 一住就是十年啊 那么这两个儿子呢还各自娶了当地人的媳妇啊 大媳妇叫俄尔巴 小媳妇呢就是本书的女一号路德 那么接下来的情节呢就是以利米勒逃过了饥荒的烦恼 却过早的遭遇了人生的终极烦恼啊就是死亡 那两个儿子呢一个落者加一个憔悴啊 也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遭遇了他爹一样的烦恼啊 都一命无忽了 这就让拿尔米啊暂时甜蜜不起来了 不过呢好在他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 遇到人生困苦就会依靠求问上帝的引导 果然来自上帝的启示很快就到了 要他回归故乡伯利恒 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与他们 这还由于什么呢 虽然寡妇啊在当时很悲惨 尤其像拿尔米这种无儿无女的孤老寡妇啊 就更是往往被社会遗弃了 几乎啊都会处在贫困不堪的境地 但即使在这样的绝境中 拿尔米呢仍然表现出了无私的爱 这样的人品啊还真不是常人能有的 他自己打定主意独自返回以色列故地 极力劝两个媳妇啊路德和俄尔巴 留在摩亚地吧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吧 大家想想这画面啊还真是让人感动 我们看圣经记载 拿尔米对两个儿媳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有平安 于是拿尔米与他们亲嘴 他们就放声而哭说 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拿尔米说 我女儿们啊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啊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了 急或说我还有指望 今夜就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媳又放声而哭 阿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 拿尔米说 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哪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伐于我 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 就不再劝他了 大家看看 在这段描述中 拿尔米与路德都显示了他们各自超越常人的高贵品质和坚定信仰 拿尔米的话语呢充满了无私和关怀 他鼓励两个儿媳要重新开始 希望他们能找到新的美满婚姻 还打比方说自己即使生儿子 你也等不到他长大 尽管这意味着他自己将孤独的面对困难和挑战 拿尔米的行为体现了一种放下和牺牲的精神 他更关心儿媳们的未来幸福生活 而非自己的孤独与困境 而显然呢这个平时啊 路德是受到拿尔米信仰的影响 经常在跟他讲信仰讲爱上帝 对吧 而路德的回应呢 则展现了他对拿尔米的深厚感情和坚定的信仰 他拒绝离开拿尔米 表现得极其坚持和忠贞 愿意跟随拿尔米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 接受一个新的文化和信仰体系 路德的承诺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不仅表明了他对拿尔米的个人忠诚 也反映了他完全接纳上帝信仰 为他终生的信仰 这段经文呢 不仅是关于他们个人牺牲和忠诚的故事 也是关于信仰和文化认同的深刻解释 告诉人们在面对困难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 如何通过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爱 来找到力量和方向 这段经文啊 鼓励读者们在挑战面前 寻求超越个人利益的更高价值 往往呢 有舍才有得 粉碎老我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专心信靠爱我们的神 才是达到幸福彼岸的最佳途径 好 接下来呢 便进入了第二部分 本故事的南一号波阿斯 闪亮登场了 书中啊 对他的描述是 南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 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 是个大财主 这个大财主呢 当然是既有钱又有地啊 当时正值收割季节 那么当时的希伯来人社会呢 有点像这个现在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 比较照顾穷人 当时有一种让贫苦者在收割时 拾取卖税的律法 规定了 你这个收割麦子不可以收尽田的四角 不可拾回已掉在地上的卖税 也不可回去取已经晃在田里的 忘记拿走的麦捆 这些呢 都得留下来给贫苦人免费拾取 大家看如果这个制度再进一步 那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嘛 是吧 所以传道书就说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现代人还在努力争取 喊着口号的东西 没准呢 以前人类早就实践过了 那么当时呢 路德就理所当然的 成为了十脉税大军中的一员 这么无巧不成书 或许说呢 早就是上帝的安排 路德偏巧就在波阿斯的田里实卖税 而且呢 可能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又碰巧这个波大财主 从城里到卖田地头来视察冯众 这在一般人看来呢 是碰巧 是运气 但是在信徒的字典里 可没有运气这两个字 一切都是神的美意 波大老板一到田间 便对收割的人们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回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你看这好像是在对暗号 是吧 其实信徒之间啊 经常这样说话 是吧 闪亮一出场便表明 波阿斯是个非常虔诚的信徒 而且呢 立马就注意到了 神给他安排的这个未来的老婆 我们看原文记载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 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 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尔米从摩亚地回来的 路德说 请你拢我跟着收割的人 收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他从早晨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 藏在这里 波阿斯对路德说 女儿啊 听我说 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了 也不要离开这里 要藏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 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 你就跟着他们去 我已经吩咐仆人 不可欺负你 你若渴了 就可以到器皿那里 喝仆人打来的水 路德就服服在地叩拜 对他说 我既是外邦人 怎么蒙你的恩 这样顾虚我呢 波阿斯回答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 烦你像婆婆所行的 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素不认识的民宗 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路德说 我主啊 愿在你眼前蒙恩 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 你还用慈爱的话 安慰我的心 你看 我简直怀疑 这个波大老板是有备而来 早就打听好了路德的一切 这回呢 纯粹是来相亲的 还是一见钟情 不过从波阿斯对路德的称呼来看 论辈分 他还是长辈 与以利米勒是一辈 不过那时没这么多讲究 老夫少妻更恩爱 于是这个波大老板也不装了 邀请路德与他一起吃饭喝醋 别误会 不是现在的醋 而是当时用古物酿的酸酒 属于是古代版的五粮业 老板还给了路德在他田里随便拿的特权 不要说掉下来的卖穗 就是成捆的往家里搬 都可以 把个路德是感动的直掉眼泪 心想我咋碰得到这么好的老板呢 是上帝显灵了还是咋地 回家与婆婆一汇报 那恶迷一锤定音 就是他了 告诉路德 你必须如此这般 这个人就是你命中注定的老公 是上帝安排给你的 路德已经被这两个神的信徒 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哪有不愿意之理呀 我们看圣经记载 路德就下到场上 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儿行 波阿斯吃喝完了 心里欢畅 就去睡在麦堆旁边 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背 躺卧在那里 到了半夜 那人突然惊醒 翻过身来 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他就说你是谁 回答说 我是你的婢女路德 求你用你的衣巾遮盖我 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亲属 波阿斯说 女儿啊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 女儿啊 你现在不要惧怕 凡你所说的 我必照着行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我实在是你一个自敬的亲属 只是呢 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 明早他若肯为你敬亲属的本分 那就由他吧 倘若不肯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士 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你只管躺到天亮 后来灵了呢 这个波阿斯还硬塞给路德满满六波级的卖穗 让他拿回去给他婆婆 当然这肯定不能算聘礼 是吧 这个波大老板也没这么抠 只能算是给拿尔弥一个肯定的答复 这里解释一下 上文中提到的这个路德啊 要求波阿斯用衣经遮盖他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要求波阿斯取他的意思 以色列人呢 常用衣服来做各种各样的比喻 男子用衣经遮盖女子 就是愿意娶她为妻的表示 以丽莎拾起以丽娅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就表示继承先知职位的意思 那大家说不是近亲中还有一个人 按照当时的律法比波阿斯更有权利取路德吗 那么大家尽管放心 波阿斯早就算计好了 他对路德是志在必得 早就认定了这个女人是上帝配给我的 我还要靠她光大门楣呢 于是他算准了那人的必经之路 请了十个本城最德高望重的长老 陪她一起等着果然那个近亲就来了 这个波阿斯不用那些长老废口舌 主动先将情况说明一下 说那什么老表 从摩亚地回来的那个老田田拿额米 现在要卖我们堂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现在只有你其次是我才能赎回那块地 以外那就没有别人了 你看看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在我本国的长老们面前说明 你若肯赎回你就赎 你若不肯赎回那就告诉我 那人一听有地哪有不买自理啊 是吧 哪有不要自理说我买 王氏说你先别急 还有一个条件 必须买衣脱衣 从南额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呢 也当娶那死人的寡妇 磨牙女子路德 以便使那死去的人在我们的产业上留存她的名 那人一听 什么 又是个寡妇 还是传说中要命的磨牙女子 还要来混乱我的产业 你当我是冤大头还是咋地 这样的好事还是你自己上吧 波瓦斯还是不放心 真怕他立马反悔 就让他呢 在长老们面前立刻行了脱鞋的仪式 就是彻底放弃这个权力的官方仪式 看圣经记载 波瓦斯对长老和众民说 你们今日做见证 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 我都从南额米手中自买了 又娶了马伦的妻磨牙女子路德为妻 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她的名 免得她的名在本族本乡灭媒 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 我们做见证 愿耶和华使尽你家的这个女子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两人一样 又愿你在依法她得亨通 在伯利和女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 使你的家像他马从犹大所生 法勒斯的家一般 于是波瓦斯娶了路德为妻 与他同房 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妇人们对拿尔米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 使你无自尽的亲属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 奉养你的老 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媳所生的 有这儿媳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拿尔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 做他的养母 临舍的妇人说 拿尔米得孩子了 就给孩子起名叫 俄贝德 这俄贝德是耶稀的父 耶稀是大卫的父 好 路德记讲完了 下一讲我们将进入 萨姆尔记的人物故事中 请喜欢的朋友们点赞留言分享 订阅本节目 谢谢大家的观赏